导演请黄景瑜来演维和警察 绝对是他做过最正确的决定 在维和防暴队中 黄景瑜饰演的于卫东 是一个维和警察 他们需要远赴异国他乡 在战火纷飞的地方执行维和任务 面对的都是一些极具危险的行动 恐怖袭击 武装暴动 黑帮横行 那都是家常便饭 因此导演当初在筹备时 就想找一个有着钢铁硬汉气质 但是伸手和演技有好的 可以演出维和警察的坚毅 内娱有这条件的人也不多 况且乍一看 这描述的不就是黄景瑜本人吗 导演也是立即联系到了黄景瑜 邀请黄景瑜来出演这个角色 而黄景瑜本人也是一个 具有家国情怀的人 会对部队警队的感情特别羡慕 因此常常出演的都是一些军人角色 而他面对导演的邀请 那也是毫不犹豫地答应 在拍摄时的表现 那也是让导演赞不绝口 毕竟黄景瑜之前演的都是军人 演过的兵种那也是不少 对军人的表演不仅水到渠成 甚至和退役军人一起训练时 完美融入到队伍中 让摄影师都找不到他 直到寒口令后 才发现第一个爬出来的是他 真的会让人怀疑 黄景瑜以前怕不是真的当过兵吧 不过虽然黄景瑜没有当过兵 但是他小时候的梦想 可是当一个特种兵 夏里好几代都是军人 从小我就能感受到军人的热血 刚性 这就说得通了 身处军人世家 从小尔如木染 确实比一般人强 面对这些不就是小菜一碟 周宇彤万万没想到 只是和李线合作了一部剧 怎么就被贴脸开大了 戏里面啊 你们都这么爱了 你们戏外面有没有可能 这奶奶真的好敢说 戏里戏外都要撮合他们 不愧是CP粉猴子 在剧里 李线和周宇彤饰演的角色 就被奶奶撮合 不停地在跟李线说着周宇彤的好 甚至在得知周宇彤残疾后 对周宇彤更满意了 还跟李线说 不能歧视残疾 谁知道 到了剧外一样会被撮合 还说这一定是粉丝最关心的问题 不愧之前是弯弯那边的 真的太敢说了 为什么李线周宇彤会被撮合 在官方放出来的花絮 就可以看出 他们之间的互动非常多 两人同框自带一层情侣 尊威力 也是不禁让人怀疑 这两人不会是假戏争作 足以可见这两人的CP感 有多绝 在剧外 周宇彤不仅性格超好 情商也高 很仗义 但也不会过分吧 分寸感也很强 他还仗着自己长得漂亮 直接开启了后宫 还被韩伙伙牵着一起走秀 足以可见 他的人品和人品有多好 而李线是一个非常有主见的人 清醒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就是为什么我不去参加真人秀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不希望 大家看到真实的李线 是什么性格 不仅活得清醒通透 逻辑思维谈吐表达方面也都超了 内外兼修情绪稳定 本人也是亲自认证 韩商言是我所饰演的角色当中 跟李线性格本身最像 最接近的一个 因此看过韩商言 应该都知道李线大概是个什么样子 看到这应该就知道 李线和周宇彤为什么会被托合 实在是两个人都和 错过可惜了 你们认为呢 张星成好像有那眼睛牛逼症 风批白月光太大胆了 上一秒 他还是个无辜的小镇青年 下一秒的笑 就带着不寒而栗的狠力 张星成在新剧《危暗之虎》中 饰演的周洛是一个小镇青年 原本是一个高中生学霸 但是看到难养的遭遇 不仅对他产生了怜悯 还萌生了特殊的倾诉 于是在成年后 开启了一段特殊的爱情 张星成在剧中的表现 那也是相当的好 导演请他来演男主 真的是请推 一个微笑直接封闪 屏幕外的观众都感到了害怕 直接你别笑了我害怕 张星成在其他剧中的表现 那也是相当的亮眼 在《天才基本法》中 他一人分尸两角 不仅要演出不同世界的性格差别 还要演出两人同时争夺一个身体式的 那种撕裂与拉扯感 而张星成仅用了59秒 就完美诠释了这一段 还有在《变成女》的那一天 因为剧情设定 张星成还需要演女生 一般人还真的演不来女生 但张星成不一样 把女生的那种娇羞 还有跺脚吃手手等小习惯 演绎的唯妙唯笑 超自然的演技也是备受大众好评 在以家人之名中 张星成的演技也是非常炸烈 尤其是在剧中的夫妻 简直就是教科书式的存在 让人忍不住的心疼 而他也是凭借这个角色成功出圈 让很多人记住 真的是又有天赋又努力 可能也正是因为这样 导演才会选择张星成吧